迎接圣诞节花莲县海星国小日前前往花莲县府报家音 有管弦乐团演奏经典的圣诞歌曲《平安夜》以及圣诞铃声 县长徐正伟随后送上圣诞糖果 让县府在平安夜的午后充满浓厚的圣诞氛围 熟悉的歌曲旋律在平日的花莲县府大厅响起 花莲县海星国小学生19日前往花莲县府报家音 由海星国小学务主任石玉星带领弦乐团 演奏经典圣诞歌曲《平安夜》及圣诞铃声 让路过的县府同仁拿起手机记录下着温馨时刻 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到我们现在回来 这个吹奏这么好听的圣诞歌曲 那外面呢 我们有一个那个 《慧爱且忙》我们的幸福方舟 在今天晚上开始哦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结合了20个学校200多个孩子的画作 我们把它做成了数位艺术NFT 然后用我们数位圣诞卡寄出去给很多人 那今天真的要谢谢我们海星国小的孩子 我们真棒哩 让我们整个县正午今天是礼拜一 很严肃的拜公室 很严肃的县正午今天充满了快乐 充满了圣诞节的珍贵 感谢你们好 谢谢 徐真伟欣赏学生们精彩演奏 随后赠送圣诞造型糖果给现场师生 并邀请一起参与今年的花莲幸福圣诞成活动 再次谢谢海星国小孩子 让幸福在午后充满快乐和浓厚的圣诞氛围 记得蒋帮烟花莲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